澳洲的所有房东可能要被强制 在未来两年不可以加租 那将来加租的幅度也会受到限制的 对于澳洲的租房市场意味着什么呢 这么一个政策是否可行呢 这个提案又会不会被通过呢 今天我们就会一起来解读 那无论你是房东还是租客 一定要看到最后 因为这个事情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对于业主和租客也是有小小的建议 我是法兰克 一个来了澳洲将近30年的香港人 那希望透过分享我对澳洲房地产的知识 可以帮助各位投资者做出理性的抉择 第一次来看的朋友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了 按一按小铃铛 这样之后出来对你有用的影片呢 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目前澳洲各地房屋短缺 租金在暴涨 那全国的租金以14年来最快的幅度在上升 导致有很多人租不起房了 有一部分人甚至要住帐篷和自己的汽车里面 那释出必有因 加息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贷款利率的上调意味着投资者也要提高租金 来确保投资的回报可以达到合理 那最终当然是租客来买单了 但是我们要知道底层的问题 其实并不在加息的缘故 但是澳洲的绿党看到现在这个情况 就把问题归咎于房东的身上 他们只看到租客这个群体在叫苦连天 觉得房东不应该将租金加这么多 他们现在给政府的提议是 全国的房东在两年内是不能涨租 之后每两年也只可以加租2% 并且不能在没有合理理由前提下 把租客赶走 对于出租房的条件也要提高 那改革租房的规矩去保护租客 我觉得也是十分合理的 但是把租金冻结两年 并且限制未来租金的上调幅度 就让我觉得非常的莫名其妙 有很多人看到这个提案的第一反应都是 想要冻结租金 那可以啊 但是同时冻结利率行吗 当然了 这个也是不可能的 造成现在这个租房荒 rental crisis 其实是不是真的因为房东贪得无厌呢 首先我觉得对房东是非常不公平的一点 在过去这十年里面 租金的涨幅其实是远低于通胀的 意味着房东在涨租的这个举动上面 其实连通胀都还没有追上 在澳洲一般的房地产投资者 大部分其实都不是非常的富有 买房投资也仅仅是为了将来 不用依赖政府的福利 可以达到自给自足 那这么一个政策呢 简直就是在剥夺一个自由市场的权益 那当然站在租客的角度呢 会觉得这个主意好像还不错 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 这个政策如果真的被通过 其实反而会有反效果 后面呢我会和大家说为什么 那重要的是 现在的这个租房荒的底层原因 是房屋短缺而导致的 这个问题呢 也不是说房东涨不涨租而造成的 那房屋短缺呢 也不是一朝一夕的时间 而这个问题呢 正正就是政府的一系列政策而造成的 大约在六七年前 EPRA出台一系列的要求 勒令银行收紧针对投资贷款的审批 并且呢 要求银行降低接纳投资贷款的数量 为的就是打击投资者 让更多的自住买家可以买到房 那效果是达到了 但同时也是导致今天这个租房荒局面的最大元凶之一 疫情期间的房价飙升的主导 其实也是来自自住买家 那少了投资者呢 意味着在过去两年 出租房的供应同时也在急速的下降 其实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知道 要解决供应的问题 当然就是增加供应了 那长远来说建造更多的房屋 或者让更多的投资者把他们的房子出租 那才是解决的方案 但是我们的政府在这方面也是十分的短视 疫情期间推出的各种自住优惠政策 导致很多的建筑商为了利益 把他们的营业额提高了三倍左右 而当建筑材料以及各种劳动力出现短缺的时候 就出现了建筑商的倒闭潮 导致很多的烂尾楼供应也跟不上 政府可谓是好心做坏事了 现在提倡的这个冻结租金的政策 首先我觉得执政党是不会采纳的 总理自己也说了 看不到这个政策可以如何有效的实施 但是我们也知道了 政府在过往一直也是会出现一些匪夷所思行为的时候 所以万一这个提案真的被通过 对于租房市场和租客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一般推行一个新政策 总不会马上开始的 会有一个开始的期限 比如说半年后或者一年后开始 一般都会有这么一个过渡期 那我可以想象在这个过渡期里面 很多的业主会为了抵消之后两年不能涨租的损失呢 反而会进一步加租 那目前空置率又极低 一房难求 租客呢也只能无奈的接受 所以呢在短期内 反而会有进一步恶化对租客的影响 那在中期的反应可能会更严重 对于投资者来看 租金回报是非常的重要 也是越来越看重的因素 而政府如果实施这个举动的话 可能会早成本来想投资的买家就却步了 有些人会觉得 那这个不是好事吗 这样自助买家就更容易买到房了呀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政策其实就毫无意义了 出租的供应会再进一步的缩减 就算租金不能再涨了 也不可能租到房 那对于一些已经是房东的投资者呢 既然被动收入受到压制了 回报变得不合理 也有可能会出售部分的房产 而如果接手的大部分也是自助买家的话 也是会对出租的供应带来打击 那如果这个提案通过 无论对房东对租客 我觉得都不是什么好事 先别说 我觉得这个提案是不会被通过 而就算硬被通过了 应该不用多久就会被废除 一部分的提案呢 是整顿租房的法则 不能无理的去赶走租客 要提高房子本身的一些质量 那我觉得是可取的 对于租客呢 也有更好的保障 这一点呢 也算是比较公平 那房东和租客呢 其实可以说是合作的关系 各取所需达到双赢的效果 所以公平的提案是会被大众接纳的 但是解决目前的租房荒 强迫全国房东冻结租金 绝对是下下之策 对租客其实是影响最深的 所以希望我们的政府 也可以考虑到这一点了 而政府说会争取提供多三万套的住宅 那这个数对全国来说呢 远远不足够 政府应该致力于 在私人住宅的这个市场上面 可以释放出更多的出租房源 甚至呢可以考虑在银行贷款政策上面 稍微放宽对投资贷款的控制 在过往几年 投资者呢 一直在贷款上面受到苛刻的压制 所以如果在投资贷款上面 可以得到更合理的对待的话 投资客呢会更踊跃购买投资房 从而呢就可以提升可出租的房子数量了 那供应多了 才能真正的对租客带来舒缓 那对于租客来说 接下来还是要咬紧牙关 度过现在的租房荒 更需要做一个好的租客 准时交租 爱惜打理你租的房子 和租房中介建立良好的关系 这些对于你未来在租房上面 都能够带来极大的帮助 那对于房东来说 可以先静观其变 我觉得提案呢是不会被通过 但是万一这个政府真的做出 匪夷所思的决定的时候 那大家也不至于毫无的准备 尽可能呢做一个好的房东 虽然有些时候会遇到不好的租客 但是绝大部分的租客还是好的 一般也会回报好的房东 那希望大家在投资的路上 可以顺风顺水 如果你接下来有买房的需求 但是不是很清晰 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欢迎你把你的情况和联系方式 发邮件到这个邮箱 或者加我助手的微信 我们会尽快给你回复 看看怎么样可以帮到你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点赞留言 并且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那记得适合其他人的投资方案 不一定适合你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